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帝母经》 是《皇帝帝母经》的简称 民间传说是轩辕皇帝的著作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只是借名流传 不过如今《帝母经》在坊间 却堪称预言年运的王者 存在在每年的通圣里 里边六十甲子的每一年 都有诗和补词来预言解读当年的情况 在广东地区 有一句俗语说 一本通圣看到老 通圣是香港和广东地区对皇帝的称呼 他原本被称为通书 但因为广东人认为书语书谐音 所以取其反义 改称为通圣 通圣是咱们农耕时代的老祖宗 在无数个年度 观察总结自然界中的周期规律 而编写下来的 人们代代口口相传 在预防和躲避一些不好的 损失大的灾害上 有着其独有的意义 今天 我们就来看看《帝母经》 对于2024年的预言 如今年已过半 有哪些已经应验了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如果您喜欢小编的影片 可以点点订阅支持一下 谢谢 2024甲陈年帝母经原文如下 诗曰 太岁甲陈年 道麻一半空 春夏遭烟末 秋冬流不通 鲁地桑叶好 吴邦谷不丰 桑气末后贵 相鹤好天虫 孤卖嫁利贵 雪冻在三冬 我们来看看这段诗的意思 太岁甲陈年 太岁这个充满玄秘色彩的词 在每年词旧迎新的时候 会非常高频出现 太岁的含义有很多种 这里取的是岁星之意 这句话的意思是 此时六十甲子的年岁 走到了甲陈2024年这一年 到麻一半空 到和麻是过去种植的主要农作物 到是主粮 麻用作生产生活 都是和生活关系很大的作物 一半空 说明此时年景并不是丰收之相 一半一半的说法 在中文的表达里 也是勉强还行吧 不咋地 不怎么样的意思 相当于英语里的嗖嗖 也延伸理解为 基础的生活一般般吧 没有特别特别的好 春夏遭淹没 秋冬流不通 春夏指的是上半年 遭淹没自然是雨水多而泛滥 古代人们主要衣食来源的农作物被淹 秋冬是下半年 流不通有好几重意思 直接的意思是水少 水流不通 农作物的浇水灌溉被阻碍 导致生态畅通性不佳 也延伸为道路流通 包括物品货物的流转 并不是很顺畅 自然界的规律中 春夏涨水 秋冬水少 本身是一种自然现象 所以就有了春种秋收冬藏的描述 但2024地母经特别把这种现象这样写了 说明此时天气气候风霜雨雪的程度 可能比平常年度更超过 过犹不及 影响到了农作物正常的生长和收成 这就不算是一个得天时地利的年份 鲁蒂桑叶好 鲁蒂是今天的山东一带 山东是农业大省 在2024甲晨年收成不错 桑叶是残宝宝的食物 残土丝而做上等丝绸衣料 在今天也可以解读成原材料 尤其是重药 高价 贵重物品的原料 延伸为原材料的生产商 供应族 吴邦古不丰 吴邦市金天江苏 安徽 浙江北部 长江以南部分以及环太湖流域 是种植作物重要的地方 古不丰说明这个地儿的农作物收成不好 不丰收 再结合前面的稻麻一半空 春夏遭淹没 提示了在这个地方的人们 在稻谷成长关键的春夏季节 要多注意有大雨 台风 不好的气候天气影响 2024春夏季节 如果遇到预报有大雨 都要多注意 避免遭受大损失 就是雨天停车 也注意不要停在太低洼的地方哦 尤其是受天气影响明显的行业更要留心 比如搞农业生产的大户 不仅春夏防雨 秋冬季节也要提前预防干旱少雨哦 丧气末后贵 相鹤好天虫 前面说的鲁地丧业好 说的是丧业长势好 原材料供应充足 丧气末后贵 说的是丧业种植好之后 能卖个好价钱 原材料的买卖生意做得不错 相鹤好天虫 天虫就是残的别称 显示出金贵之意 在古代这句话的意思 是丝织品大卖 大家再纷纷祝贺庆祝 丝绸是古时的奢侈品 中国自古丝绸文明 走出了路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 出口世界各地 古诗里变身罗奇者 不是养残人 虽然是一种暗讽 但也侧面体现古代的残丝 大概率不是普通人家所享用的 这句话结合现代 整体可以解读成原材料 高端制造 奢侈品的产销很好 大家高兴庆贺 也可以延伸出 高收入人群受影响比较少 来年生活不错 比较滋润 不然也没法把丝绸的高端生意待望呀 2024的制造业 预计整体呈现不错 但也要提前注意和避免前面说的秋冬流不通 这个话题就太多了 这就就不过多解读 懂得自懂 自行体会了 估卖价利贵 因为各种因素的叠加 预计东西的价格会涨起 这在这篇文章都下半部分 《地母经》升级版的《孔圣诊中记》中 还有进一步解读 雪冻在三冬 到了冬天 2024的天气会比往年更冷 甚至容易有冰冻雪灾 可以说来年的2024龙年 龙星云不雨 这个年度的一龙治水 整体天气状况不大稳定 2024地母经 整体给人一种旱的旱死 烙的烙死 天气状况很不均衡的感觉 每一年的地母经 都由诗和补两部分组成 诗可以理解为大地之母的陈述 不是通过一些特别的方法方式 记录下来更带有预言性的内容 2024甲陈年地母经 补曰 龙头属甲陈 高低共五分 斗脉无成时 六处一遭尊 更看冬至后 双雪落纷纷 小编版的解读 虽不敢自夸是第一 不过在目前可以说 是市面上比较详细 大部分人都能看懂 得到有用信息的 龙头属甲陈 2024是龙年 十二帝之忠臣对应龙 甲乙丙丁的排序 2024甲陈年的天干甲 是六十甲子 十天干的开头 所以甲陈在古人的理解里 是龙头 中国汉语博大精深 龙为尊贵 龙头也为优秀 厉害 领头之意 常说的龙头企业 就是行业里发展好 引领标杆的带头大哥 这句话的意思 是说2024年 是一个重要的开始 在传统理论学说中 认为我们整个世间的运转 是有一定阶段性的 每个阶段会有不同的时运 显示出不同的兴旺之处 符合时运能量的人事物 就容易得到好的发展 比较多的理论中 古人把时空划分成三元九运 每个元运20年 9个大元运 共180年 2023至2024年之间 正好是两个元运的转换交替点 2023年结束 过去下元八运完结 2024年开始 下元九运正式开始 之后就会有长达20年的离火九运 五行火代表的人事物 会在这个时运里 得到天时地利的帮助 接下来咱们的创作 把年运和2024犯太岁的情况说完之后 小编也会出一系列和九运有关的内容 帮助大家更了解时代运转的声望能量 怎样把大运的兴旺之事 为我所用 2024地母经的补词 大地之母已经点名了这个年度 是重要的龙头起始开端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说过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大家在2024这个重要的开始之年 要尽快做好规划 尤其是面对一般般 不上不下的年景 若比别人先行一步 先下守围墙 就容易在未来大大拉开距离 独占凹头 拔得头筹 高低共五分 这和前面的道麻一半空呼应 高低一词有好几种解读 有的认为是上半年和下半年 也认为是高阶和低阶的人事物 在一些北方方眼里 高低也有无论如何 不管怎样的意思 这句话大致的意思 是说年景的整体水平 呈现一般 普通的程度 豆卖无成时 和前面的道麻一半空相似 具体说来 豆子和麦子这些重要的作物 颗粒不饱满结实 劳动成果不丰收 六处亦遭尊 古时是农耕社会 农民占人数的大多数 过去农业人家 不仅种 也会养 养的动物就统称为六处 农村地方过年 春联里有一句六处兴旺的吉祥话 换成今天养宠物的人家 就是猫肥家润 狗壮污旺的意思 尊在现代话语里不多见 是衰败 灾难 灾祸 艰难的意思 在2024年 养殖行业 还有家里有宠物的朋友 都要多注意动物的情况 前面也分析过 这个年度 容易有一些严重的雨雪干旱天气 这种变化大的天气 小动物是容易生病的 有一些还会传染同住的一大片 无论是养宠还是养殖场 损失都是很大的 要多加注意这些方面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